傭兵叛变 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吗 我们来看关键人物 就是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出面说明 说关键的那一通电话 那么就要请教慧云 通话内容 包关了在傭兵团的首脑这里 他的情绪反应 没有错 我们都知道瓦格纳 他掀起的这个一日叛变事件 非常戏剧性的 很快就落幕了 当中进入调停的 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那么现在他也证实了 现在普里格金确实 已经抵达到了白俄罗斯的境内 事实上在昨天 台湾时间下午的时候 路透社就有报道 一架是注册在普里格金名下的 私人客机是飞往了白俄罗斯 所以几乎已经就证实了 普里格金的下一个停留的地方 就是在白俄境内 现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说他有跟瓦格纳士兵 还有就是普里格金说 你们通通可以留在白俄境内 但是要自费 所以其实还是算得很清楚的 他也揭露了说 他到底是怎么样来介入调停的了 他说他打电话给普里格金的时候 对方是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状态 整通电话不断是夹杂 很多很多的不雅字眼 另外他也说 他赶快要来劝普清的 就是说不要杀了普里格金 希望他能够手下留情 他也表示说 其实普清有曾经跟他抱怨说 普里格金跟瓦格纳这边都拒绝接他的电话 事实上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他是跟普里格金劝说 他说如果你继续走下去 继续带着这数千人的瓦格纳部队 前往到莫斯科的话 你就会像虫子一样被压碎被镇压的 所以普里格金也很愤怒的回答他说 其实他如果不赶快继续前进的话 瓦格纳唯一的命运 可能就是真的被瓦解被歼灭掉了 所以他们还要持续的前进 现在调停之后 瓦格纳到了白俄罗斯境内的下一步 要怎么走 现在他们是都还没有 对外有证实说任何接下来的动态 不过卢卡申科的说明 也证实了说 他这个调停的内幕 确实是由他本人介入来亲自协商达成的 好 所以刚刚慧云的说明 大家知道了 佣兵团不会遭到清算 是可以前往白俄罗斯的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佣兵团满有钱的 因为过去普京是透过了提供 瓦格纳佣兵团资金 多达台币313亿 那么现在将会彻查钱用到哪里去 请问慧云 假设普京想要秋后算账的话 很可能会有哪些方法 好 那的确我们知道 其实普里格金他在证实说 自己是瓦格纳佣兵集团的创办人之前 他就是一个俄罗斯非常有名的寡头 当然也是因为 他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 所以清算的办法 很可能就是冻结他的资产 但是我们要知道 到底普里格金拿了俄罗斯政府多少钱 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普京 他接见平息兵变的官兵的时候 他说的 他说俄罗斯政府事实上光一年 从去年的5月到今年5月 他们就给瓦格纳佣兵集团 大约是超过了862亿的 俄罗斯的卢布 换算下来台币就是313亿元 那么所以说 瓦格纳一直说他们淡尽原决 但是实际上 俄罗斯的国防部是有给他们钱的 所以这个钱是用在哪里呢 普清说他要来彻查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知道 普里格金他刚开始是做餐饮出身 他是掌管普清的餐饮上位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餐饮集团协和 甚至还包下了俄罗斯军方的餐食的合约 所以这个合约一年也是有800亿卢布 换算下来台币290亿元 所以他个人其实也是有赚俄罗斯政府的钱 那我们都知道了 其实过去俄罗斯他不太愿意证实说 他和瓦格纳之间是直接的雇佣关系 虽然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但他们还是一直否认 但是现在普清等于 他自己也间接证实了这件事 他直接说了 瓦格纳就是俄罗斯 直接出资资助的集团 台阳系慧云为大家整理 包括了这个傭兵团首领现在的动向 还有包括了在相关的战争的情况 谢谢慧云 那么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到 这次的兵变过后 其实普清坦诚了这件事 的确有飞官训难 那么有7架的军机遭击落 现在俄罗斯国安局也宣布 撤销对瓦格纳首领 普里格金所有的叛乱指控 俄军直升机变成火球 俄罗斯百万人追踪的军事布洛克 公布这张照片 说这架直升机的命运 就跟昨天曝光的俄军 一流升22指挥机的残骸一样 都是在周六兵变当天 被瓦格纳击落 而根据荷兰的情报网站统计 俄军还损失米8 米35 卡52等至少6架直升机 研判有13人阵亡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都没证实 总统普京打破沉默治癌 间接证实有人在兵变中牺牲 如今危机解除 莫斯科宣布结束反恐 居民悠闲出门晒太阳 仿佛传过水无痕 美联社记者来到当天 瓦格纳行军路过的 立佩斯科州 居民说佣兵排队加油 竟然有序 平静地离开 连酒都没买 另外CN也报道 兵变之前 美方情机早有掌握 却只跟英国等少数盟友分享 乌克兰跟北约 大部分的国家都猛在鼓里 俄罗斯外交部也酸说 美方知情不报 在一旁冷眼看俄国大乱 到底是何居心 TN先送不到 我们接下来的专家观点时间 邀请告诉是 日本政经评论家福泽桥 就你好 浩婷好 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福泽桥 好 要请问就 就是英国媒体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是否触动了中日的敏感神经 因为最近他是提到 当时独立的琉球王国 也就是冲绳与福建的历史 那么要请问就 日本民众对于这则的新闻 有没有同仇敌开的感觉 是否感觉到大陆的势力 过度扩张 请教您 其实现在应该是这么讲 就我们在讲说 中国的势力在整个冲绳 这些地方的话 可以说是用文攻武吓 在打商银号的文攻武吓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原则上 现在在美中的 这整个对抗当中 日本的最前线 现在已经从北海道这一边 是对付北韩的角度 开始拉到他的所谓的西南诸岛 在西南诸岛上面 他们现在已经在部署了 许多的防空飞弹 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 像石原岛这些地方的话 都已经部署 甚至在明年准备 跟花莲通航的宇纳国岛上 也准备部署了 这所谓的防空的飞弹系统 要放在上面 当然对于中国来讲 这是一件 适可忍 孰不可忍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当然他们在表面上 他们必须把所有的 中国的这些 不管是武警船也好 中国海军也好 派到了包括了从钓鱼台 以及就是所谓的 冲绳沿岸的诸岛这边的话 去做巡航之外 他们对于冲绳本身的人民的心 当然也是做了希望能够拉拢 为什么是这样 这当然是在日中台之间 冲绳所谓的一个位置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纷争的一个位置 因为毕竟过去的话 冲绳他本身是曾经流求亡国过 当然跟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往来 其实是非常的密切 所以习近平的这次谈话里面 他最主要也是希望能够激起 冲绳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就对于说 为什么要在我们的这岛上 部署那么多的飞弹 然后因为冲绳人 他们对于过去美军驻在冲绳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有多有维持 所以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也是希望掀起 冲绳内部的一个 两边势力的一个对抗 这对抗之后 当然对于日本政府的这做决策上 就会有所投鼠忌器 我想这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从习近平的谈话里面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些谈话里头最主要的 我们在讲 这叫相公五件自在佩公 所以他本身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真的对于冲绳有兴趣 而是对于日本后面的美国 其实是见有所指的 好 所以看关注到 就是话中有话这件事情 那么还要请问就 相较于中国大陆 其实我们观察得到 日本与南韩关系明显回温 包括了在两国的旅客的护访 还有包括双方签订贸易优惠 那么请问您在日本的观察 日本民众对于南韩民众 来到当地观光是否好感度提升了 因为现在是要双方要签订贸易优惠 假设签下去的话 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其实这当中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根据日本观光厅最新的一个统计数字里面 日本到日本的外国观光旅客里头 证明第一 就是外国旅客第一名的话 其实是韩国 第二名是台湾 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已经把最近 从疫情之后开放边境 已经占了大概日本的出入境旅客里头的 一个大多数 那这当中的话韩国人更是多 那大家看韩国路径日本旅客多 日本路径韩国的旅客 其实是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年轻的世代里面 其实对于日韩之间的 这所谓的情感因素 他们早就不在乎 那所以包括了我们在讲的 包括日本的韩国的韩团 然后还有包括韩国的美妆 韩国的生活用品 其实都是日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们所喜欢的 更有趣的事情是 韩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基本上他们也是非常的爱 所以日韩之间 虽然在老一辈的这一些 他们对于日韩之间的恩怨情仇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顾忌 但是在年轻人当中的话 其实是已经开始开放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当时2018年的时候 为什么日本会把韩国从白名单 把它调降为普通名单 其实就是因为针对韩国在针对日本 在二战的时候 有关征用工以及卫安部的问题 韩国主张并没有解决这些事情 所以韩国就是要求日本的这一些企业 还必须要付高额的赔偿金 所以日本政府相对应的 他们当然就是把韩国的这一个 从白名单调降到一般名单 但是最近的韩国已经释出了橄榄枝 也就是说包括把这一个 我们在讲的这一些 不管是征用工问题 或者是卫安部问题 已经做了一个完整的 一个要解决的一个方向 所以日本当然相对的也释出善意 把韩国从原本的一般名单 调升为白名单 什么叫做白名单 也就是说他们韩国如果要做这一些 包括半导体相关的制程的 这些原材料 日本这边可以用比较快速的 通关的方式能够提前出口 简单的讲 过去在一般名单里面 这一些原材料必须要花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时间 才能够通关 进到白名单之后 其实在一个礼拜以内就能够通关 这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讲 尤其是美国念之在之 希望强化半导体的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对于美中对抗 包括对于美国从半导体加强 包括日本 韩国 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联盟关系 其实都是有相对应的一个呼应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日本政经评论家福泽桥的解说 日本确定是让南韩重回了 贸易优惠白名单 谢谢旧 谢谢 广州回来我们先来看 特斯拉车祸脱掉又撞进了车厂 一大面的这个沾场玻璃破了 谁该赔钱呢 那么还要